Hello大家好我是Wendy好久不见 然后这么久没录视频的原因呢 一会儿如果你们继续往这个视频看下去的话呢 就会知道啦 然后今天画的这个妆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清淡的 然后比较日常的这个一个妆 然后用到的呢 很多是我当时在Sephora85折的时候买的 对我现在才开始用那些东西 如果你对这个妆感兴趣的话呢 然后也想知道我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呢 你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下去啦 还有如果你想看到我就是对这个粉底液的一个实测的话呢 你们一定要等到视频的最后哟 因为过几个小时以后我会回来 然后让你们看一下这个粉底液的妆线是怎么样的 然后还有脸上其他的东西的保持能力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就来继续看我素颜 然后化妆 然后化成现在这个样子吧 哈喽 现在就是我刚刚涂完乌品 然后还有防晒的样子 我现在给你们拉近看一下我现在的皮肤状况 嗯 其实我现在皮肤状况应该就算是我自己来说比较好的了 嗯 但是还是有一些就是鼻子的泛红 还有鼻子两边的泛红 然后这边有毛孔的问题 然后额头就是痘印啊什么的 还是挺明显的 然后下巴也是就是泛红啊痘印啊什么的 我觉得应该在屏幕上看的很清楚 然后这个是no problem primer 就是no problem但是是pore blum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填补毛孔的这么一个妆前乳吧 是长这个样子 我还没有用过它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会跟这个粉底液的反应是怎么样 这个粉底液的话我大概已经用了几次了 所以我可以跟你们大概说一下我的感觉是如何的 但是这个是第一次用它 它是这种就是褶离妆的这种感觉 然后推它其实有一点就也不是说水 就是买一点也有一点就是里面有silicon的那种感觉 把它就是上全脸了 因为我没有想要用任何另外的妆贴 就是没有录视频是因为 嗯我的我不是前几天毕业了 所以呢前段时间就是在final啊 然后毕业啊 然后因为我毕业的时候 我朋友从就是别的地方来 所以他就住在家里面 所以我就不是很能够录视频 所以就一直拖拖拖拖拖 然后我是上上周日比的眼 所以大概已经一周多过去了 本来打算毕业之后录一个视频的 但是我的眼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 这里面长了一个就是 过敏啊发炎长了一个 所以我整个眼睛是肿了 就没有办法录视频 然后我当时毕业当天 就是这儿开始肿起来真的是郁闷 然后呢我来上一个眼霜 因为我还没有跟你们一块用过这个 这个是我之前买过的 好像之前视频的开箱里面也有说过的 这是Mac的Fast Response Eye Cream 就是一个就是不会让你遮起来那么卡文的 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我考Final之前 我有录了一个视频 然后我坐在这儿就是也是这个视频 然后我想说正好给你们测试一下新品什么的 然后我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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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录到了就是已经快要上眼睛了 然后我才发现 我没有按视频的录制节 我就觉得怎么能够这么傻 真的是傻爆了 真的是为自己的智商开盈 所以最近就是一直没有上传视频 觉得应该先跟你们说一下 我最近都是这么过的 本体页呢就是Dior的这个Forever Undercover 然后就是这个我之前在Sephora视频里面说过的这个 然后我的色号是015 我有用了几次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 对于我来说有一点点干的 所以我基本上用它的话 我都会用一个比较保湿的装填乳 但是因为今天是测试一个 新的装填乳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的表现会什么呀 就是流动性不是特别强的这么一个 然后我会把它就是点涂在脸上 我打算先上半边脸吧 然后这样让你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一般用它的话呢 我都会用Beauty Blender上 然后我觉得它的遮瑕力也还挺好的 我觉得夏天就是用的话 就是会比较好 然后给你们先推开这边 其实颜色我感觉就是还可以 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色号 但是他们家的那个色号选择 我觉得是好像美国的色号 就是没有那么的多的选择性吧 因为我之前有看就是他们说 010其实不是最白的色号 然后我有去店里试 其实我觉得感觉010好像会比015稍微黄一点 所以最后我还是觉得我就是继续持续的我的015 但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一个色号 这半边脸是上过的 然后这半边脸是没上过的 你们可以看到我觉得 嗯 鼻翼的泛红它遮得还都挺好的 嗯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吧 但是我没有就是太特意的去遮那个地方 然后额头这个痘印是比较深的那种 我觉得也是能够遮得还是不错的 其实这样看的话 它其实跟我的脸颜色基本上一模一样 嗯 我觉得整体效果还是挺好的 然后周霞丽也还是挺好的 你们觉得呢 然后你上它的话是肯定能够感觉到你上了底妆的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粉感 整脸上完粉底液的样子 嗯 它不会感觉特别特别黏 但是因为我习惯性的上完就是粉底液 我还是会想要拿三分 就是蜜粉来定一下妆的 然后我觉得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你们拉近一点看看 嗯 鼻头这儿其实还是有点泛红 但我觉得就是一般粉底液 它就是都遮不住我鼻头的泛红 然后鼻翼两边也还有一点点红 但我觉得它遮得还是不错 然后额头上面我觉得遮得 这得有七八成吧 就是能 我觉得真的是遮瑕还是蛮好的 然后遮瑕呢 是用这个 因为我眼下比较干 所以我最近就不再遮眼下了 然后我直接用的是这个 It Cosmetics的这个 Bye Bye Brickle 的这个遮瑕膏 然后我之前有做开箱的时候 我试试里买的是那个Medium吧 但是我试了之后发现那个颜色 实在是太黄太深了 然后我就换了这个Light这个颜色 然后我就把它遮在我这个比较明显的几个豆印上面吧 我最近我用下来的感觉是呢 它就是说它这里面有一些就是可以让痘痘有一点缓解的能力嘛 嗯 那个我觉得还是要长期去看吧 我没有再特别看到这个 然后其他的我觉得用下来遮瑕度的话还可以 嗯可以看到其实它这种就是稍微鼓起来的痘痘 还是不是太能够遮下去的 但我觉得一般这种痘痘真的是不是太好遮 嗯如果用手的话遮瑕力会稍微高一些 但是我因为我今天比较懒 所以我打算今天用就是这个Wheat & Wild的这个粉 我觉得粉也不会很干 所以我就还蛮喜欢这个的 它的话对妆效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基凡西的那个呢 就是一上脸真的是很雅光 然后BECK的那个水散粉呢 因为上回我给你们试过了 所以我想说今天用一个这个散粉 这个因为毕竟我还没有在视频里面用过它 嗯它的话你看我这边上了这边没上 其实它不会吃掉它本身底妆的那个装色 光泽感 装色感是什么鬼 然后它的粉虽然它是开架的 但是它的粉也很细 就是就有一点点这种粉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试过这块粉的话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 而且我觉得干皮用了它也不会觉得干 接下来就是眉毛 眉毛的话呢 我最近在用的眉粉是The Brow Girl的这一个眉粉 它是当时Boxy Charm给的一个 就是一个盒子里面给的这么一个眉粉 然后我最近就一直在用它 它打开就是这种三色 中间这个是一个灰色 然后这边是一个深色 这边是一个就是比较红 就是发暖松掉一点的 所以它能够很好的调和出来 你想要的眉粉的颜色 然后眉笔的话呢 今天用的是这个新的Benefit这个眉笔 我第一次用是在我上回说我录了那个视频 但是那个视频我没按键的那一天 就是想要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然后我用的染眉膏 最近用的是这个Gimme Brow 眉笔还有这个都是三号 它的颜色会比较深一些 所以我还是会用Kiss Me的这个染眉膏 稍微戴过一下眉头 因为毕竟我自己本身的眉毛比较黑 然后我的发色又没有那么的深 这样眉毛就会柔和很多 然后之后还是我万年不变的 这个眼不搭底 就是White and Loud的这个单色眼影盘吧 然后眼影盘呢 手还能打开的这个超级无敌好看 它是Mark Jacobs的今年的夏天的限定吧 我觉得应该是 当然我还买了这个collection的这个bronzer 就是Omega bronzer 真的是我等了超久 因为去年它出的时候我就超级想买它 但是呢 我当时一直在想 就在纠结买不买买不买买不买 因为当时他们都有说 就是说Budder bronzer其实跟这有点像嘛 然后当时我真的超级爱Budder bronzer 然后我就没有买它 然后后来它有货的时候没有买 然后我就超后悔 然后当我真的特别特别想要去买的时候 它就没有货了 所以就是 哎 然后这个眼影盘超级好看 它是这么一个白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玫瑰金的这样摁起来 里面 就是这个样子 哎呦 很好看 很夏天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很温柔 但是又有一点俏皮的这么样一个颜色的感觉 然后它里面的镜子也还挺好用的 感觉 嗯 很清楚 首先我们用一个这样大的蓬松的刷子 然后来刷 刷这个颜色好了 先把眼皮打一个底 其实它跟刚刚我用的那个颜色有一点像 但是我还是会习惯再打一条底 这牌因为我也没有用过 所以我今天就是那种瞎话的感觉 哦 我先给你们试一下色吧 哦 它的粉还挺绵密的 就是长这个样子 它的粉质也还蛮细腻的 然后闪片 尤其是这个这个金铜金铜的这个颜色很好看 然后就是我第一回买Mar Jacobs他们家的粉 然后我觉得就是不是他们家粉 他们家的眼影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打算用第二颜色 这个稍微有一点像 嗯 有一点偏灰的这个阴影色吧 然后把它打在眼屋 嗯 然后我刚刚想说什么啊 然后我最近不是没有闲着没有什么事干嘛 嗯 所以我想说可以多录几个视频 然后我现在就是想录的一个视频 我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太开始录它 就是呢 嗯 这个Dior这个粉底也不也是一个比较持妆的一个 就是控油啊 持久啊 这样一个粉底 然后呢 我有特意买市面上 现在就是比较流行的几个粉底也 有Laure Mercier的那个粉底也 然后还有Dior的这个粉底也 然后还有YSL的All Hours 还有Estée Lauder Double Wear 还有Georgia Armani的那个 嗯 不知道它叫什么的 反正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持妆的一个粉底也 然后我想说把它们做一个 就是battle的那种感觉 让它们就是一半脸上一半 然后看它们整天就是两个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 我就想要做一个那个粉底也的测评 然后我就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感兴趣 但是呢 因为芝加哥现在还不是太热 然后我就觉得我可能还要再等 就是它稍微再热一点的时候再看嘛 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会更考验它的持妆艺一些吧 因为毕竟热就是这种比较控油啊 然后比较持久的粉底也本来就是应该夏天用它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你们如果想要看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然后用完这个颜色呢 反正顺推再用这个颜色扫一下就是颜尾吧 就是小范围 因为我今天没有想要花特别浓的桌 哇 这个颜色好嫩啊 用一个这样的尖头的一个云染刷 然后我沾这个三个这个颜色 我还没有看现在几点 现在是四点 就以四点来算吧 然后稍微删一点这个颜色来用这个 画一个就是类似于眼尾的这样一个云染 然后顺便有一条眼线的感觉 我说明没拉近不太好 我刚意识到 来来来 它的血色度还挺好 你可以看我没有用一个特别紧实的刷子 它就可以就是 画出来这个眼尾的这种拉长的效果 然后我沾最深的颜色在下眼尾上面的时候 然后我一般都会在下眼影这里面加一个 就是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所以这样可以让眼睛更有神一些 然后又刚刚稍微大一点 然后用颜色的颜色 然后用颜色的颜色的颜色 然后我还可以用这个颜色的颜色 然后我还可以用这个颜色的颜色 好好看 然后我再稍微占刚刚的 这个第三个颜色 然后还是刚刚那把晕远刷 然后再把它一手一晕一下 我今天这个妆是不是也太随便了一点 我最近呢都有在用这个 这个也是当时Sofra新买的 这个Fenty Beauty他们家的这个修容棒 然后我买的颜色呢 四号是Amber这个颜色 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 很适合修容的这么一个棕色的一个感觉 虽然它是膏状的嘛 但是因为我刚刚已经把脸弄粉 就是用粉定我状 但是它也不会跟你的粉 比如说会有结块什么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它还比较好用 而且它我觉得很新手友好 然后呢 我一般就会拿Beauty Blender把它推开就好了 我觉得它是很很自然的这么一个修容的颜色 而且它这个颜色推开 你也不用担心你特别就是下重手啊 或者怎么样 因为它很好推开 然后颜色也不是说很深的那种 然后我看就是博主好多 就是比如说Raini推荐它 它其实还皮肤很白嘛 然后它用上也不会说显得特别滑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会把剩下的稍稍带到双下巴这里 然后我这边的话 我一般不会用胸膏秀它 我直接是带就是bronzer就好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我真的超级想买它很久 但是我买了之后我还一直没有摸过 它是当时85折最后一两天的时候上的嘛 然后我就有买它 我还没有摸过 我真的hold了很久了 是有一点我觉得 也不是说椰子味吧 有一点就是tropical的那种感觉的味道 但是就我觉得就打开那么一点点 也没有说像body bronzer那么的浓 我觉得就一丢丢丢丢丢 它不是很深 然后它也不是太偏太黄太红 我觉得是一个还挺中性色调的这么一个修容 而且我觉得它的endertone里面 会有稍稍一点冷灰掉在里面 但是不是很明显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bronzer吧 所以我觉得 嗯 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不要让我失望 毕竟我期待了你这么久 而且这一大盘能够用很久的 然后我一般就会 再过一下刚刚修过容的地板 然后我会稍微修一下 发底线这个 其实也不是发底线 额头啦 而且它没有任何 就是就是晕不开 而且非常的细 它的粉真的很细 然后同样上下的稍微戴一下 如果你还能买到它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很好用的 如果你喜欢bronzer的话 它不是一个修容 它是一个古通粉 嗯 腮红今天用的是这个啦 就是NARS 我当时买的这么一个套盘 他们家的这个二号色我买的 然后今天打算用 用这个颜色吧 这个颜色是叫TAUS 我的腮红刷就是 Lolita的这一把 我当时淘宝开箱的时候有说过的 我真的很喜欢它 我最近基本上上腮红都在用它 这个TAUS这个颜色真的超好看 嗯 这边是没画 嗯 这边是画了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 因为我有很多的光带着 然后再上这边 我会稍微拿一把 就是我刚刚上散粉的这把刷子 然后把这边稍微过度 就是粉上面还是就是没有粘东西 就是把它们扫匀一点 这样可以让 嗯 修容粉啊 然后腮红啊 还有修容啊什么的 是不是都收过了 然后这样比较稍微融合在一起 然后就是我 半年不变的B了 然后高光呢 就用Hourglass的 颜色是什么 Gold Flash这个颜色 它是那种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还是比较自然一点的吧 然后我觉得会再稍微上一遍 因为我是喜欢那种 比较亮一点的高光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 比较自然化的高光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就不够了 嗯 这边是没有上 这边是上 还是能够看到它的存在的 嗯 对 然后它也是那种比较自然 像是从皮肤里面发出来光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看我其实已经定过妆 但它完全不会说跟粉有卡纹啊 什么的这样的感觉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那种太亮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按个人啦 就是你如果喜欢比较亮一点的 你就可以多叠加几 完全看不出来皮肤纹理的那种 就是很自然的那种高光 然后我会把它打在 然后我会稍稍 在这边画一点 这个 Anastasia这个超美的 这个有一点水波纹 这样感觉的这个高光 然后画在我的鼻子上面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高妆 不是特别亮 所以我会再稍稍补一点点 然后今天眼睛的话呢 用一个新的睫毛夹 就是这个 这个是苏库他们家的睫毛夹 睫毛膏还有睫毛打底的话呢 还是我原来的部主 就是Canmake的这个睫毛打底 加上KissMe的睫毛膏 然后还有我的烫睫毛器 我用新的睫毛夹感觉好好 然后它也能够加得很巧 而且我觉得它的弧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我的眼型 我平时比较喜欢 Solat这个的睫毛夹 我觉得的话 它会比Solat这个更 稍稍弯一点吧 弧度 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 对 但是我现在目前 我用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然后眼线 因为我没有买什么新的东西 所以还是Physicious Formula的这个眼线表 用眼线刷一块 几根假的睫毛 所以我会用眼线刷 把它撕开一下 然后因为我想要有一点点就是卧残 还有提亮一下眼头 所以我还是用这个 高光 然后我今天的妆就换好了 再给你们拉近看一下 其实就是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日常的妆嘛 然后给你们顺便看一下粉底液 我觉得这边现在粉底液大概过去了八个小时吧 有一些卡鼻液这边有一点点卡粉 但是因为我这两边就是本身就比较干 所以不是它的原因 而就接近一点点的拉近 看一下我的眼睛 然后鼻液 嘴巴 我头肝会在化妆会结束的时候 用眉刷的稍微把染眉膏顺一下 因为要不然它很容易就是结块嘛 但是你一定要轻轻的 要不然很容易就把就是你刚刚刷好的颜色 又给它刷眉了 然后来这个就是 我涂的外销 他们家的十一 然后这个是手臂上是索 然后这个是在我嘴上面的颜色 好嘞 我现在就要出去了 等我一会儿晚上回来的时候 再跟你们看 这一天下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吧 我们晚上再见 拜拜 现在是12点05分 所以我已经持妆了八个小时 多一点点吧 因为当时我说了四点嘛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 上完粉底液有一点点时间了 然后这就是我戴妆了八个小时的样子 给你们拉近看一下 其实总体的问题还不是很大的 我大概是混干瓶 然后因为我有很多个灯罩着我 所以我觉得粉底液会显得更油一些 但实际上它是没有特别的油 它只有鼻子这里我有出油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处油 然后下巴的话呢 我觉得是有一些浮粉的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能不能看得进 就是主要我觉得就是 下巴这边有一点点就是浮粉 然后卡纹卡粉的感觉 尤其是就我的笑的这个纹这里 然后鼻翼两边真有一点浮粉 然后其他的话 嗯 总的问题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很大 然后这边有一点点就是脱妆的感觉 但我觉得总的说 嗯 效果还是挺好的 你们可以看到 我觉得就还是这边脱妆会比较重一些 脸颊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头也是 我觉得它整个的遮瑕什么的还是在的 而且因为我是一个混干皮嘛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这边不是特别热 只有鼻子会比较出油啦 主要就是眉头 还有鼻翼这两边的卡粉脱妆 还有下巴 我觉得最严重的就是下巴 嗯 但是因为我这一天就八个小时下来 我没有动过任何的脸 然后我没有任何补妆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今天就是也没有用一个特别控油的散粉啊什么之类的 下巴的问题 就是我最近有尝试看嘛 如果我用一个比较保湿的妆线乳的话 它就会卡纹卡粉会好很多 可能是因为今天我用的这个妆前乳 它也不是那种特别保湿的那种 所以会有一些的干 就是细纹啊什么的都会跑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油的地方相对好像还好 我觉得可能是越干的地方会越卡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混油皮或者油皮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应该会非常的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混干皮的话 我觉得夏天用是OK的 它跟YSL的那个All Hours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那个保湿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个的话下巴完全不会出现现在的这个问题 它就是因为会有一点干了 就是一天基本上上到中间的时候 就会这样弄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干干的那种紧绷绷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粉底液感兴趣的话呢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尝试看看的 然后我现在要赶快把我的妆卸了 然后我已经换好睡衣了 然后呢如果你们喜欢我 然后或者喜欢这类的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这个视频点赞 然后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有关于我的视频的话呢 也不要忘了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想要看哪些 然后也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